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维生素K2 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非常的重要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这个K2很可能就是我们通过饮食 可以控制许多慢性疾病的一个重要环节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维生素K2是什么 它有什么样的健康方面的功效 哪些人不能吃 在什么食物里面你可以找到它 如果你需要补充应该怎么补充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我是杨医师 这维生素K是在1929年被科学家们发现的 它最早是登在一个德文杂志上 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影响到我们的血液的凝固 德文的凝固跟英文不一样 它是以K打头的 而不是以C打头的 所以就叫了维生素K 这维生素K它有两种 一个叫K1 一个叫K2 实际上还有K3 K1主要存在在绿色的带叶子的素菜里面 而K2主要存在于动物 以及发酵过的食品里面 其实我们尝到的细菌 也可以产生一定数量的K2 这个K2本身它有很多的雅形 其中KM4和KM7是最重要的 那么KM4和KM7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在后面跟大家探讨 维生素K的第一个健康的功能 就是保证我们身体不要那么容易的出血 身体里面很多的零血因子 都是依赖于维生素K来达到它的作用的 所以维生素该缺乏的人 就特别容易出现紫斑、紫颠、牙龈出血 还有的人立架的时候出血量比较大 就是因为它的零血机制受到影响 那么维生素K对这种状况是有帮助的 那小孩子刚生下来 他就缺这个维生素K 所以都要给他打一针 防止他出现这种出血的倾向 那么同样的道理 你如果是因为得过中风 医生给你开着抗零血药 像华弗林、Kolmedin 那么你在吃这个维生素K的时候 你要保证它的剂量很稳定 不然多吃少吃都会跟抗零血药相互作用 造成你的零血机制的不稳定 它的第二个健康方面的作用 就是我们的钙的代谢 维生素K它是帮助钙盐沉积在骨质上 同时它又防止钙在血管壁上沉积 钙在血管壁上沉积之后 就会造成血管壁的硬化 有人开玩笑说 你把一个血管变成了一个骨头了 那么这个硬化以后 就会为血栓的形成造成一个基础 也会造成血管壁的损害 所以人们把冠心病和维生素K2 就联系起来认为它们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 所以就有这个研究综合分析说 这个维生素K是能够降低心血管病的风险 但是它最终并不能够降低死亡率 这个研究的综合分析就认为 维生素K是和心血管功能风险降低有关的 但是最近也有一些随机双盲的研究 用维生素K2来看看能不能够改变 这个已经有钙化的血管问题 那么发现它的作用还是有限的 当然跟它治疗的时间 另外跟它的剂量 特别是它治疗的人群 比如说有个研究 它治疗的是在做血液透析的病人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 这个维生素K它从食物中提取 作为我们饮食的一部分 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应该是比较有效的 如果你已经有比较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的话 那么你靠吃维生素K1或者K2的补充剂 来希望在短期内达到一个药物的效果 我觉得是不现实的 因为这个钙的代谢 也不是单纯的维生素K的因素 不管怎么样 在我们饮食当中 一定要有一定数量的 富含维生素K的食物 那么哪些食物里面会富含维生素K呢 我们后面继续探讨 我们再说一下维生素K的第三个 健康方面的功效 有人用维生素K的补充剂 来防止中老年人的骨脂输松 这方面也有一些研究报道 因为维生素K对这个钙的代谢的影响 很多人用它来预防治疗 骨脂输松症 因为这个K它可以激活 这个骨头上两个和钙能够结合的蛋白 这样的话 它就把钙盐吸收在骨脂上 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很多这个临床的研究 也证明它有这个效果 在日本它就直接成为一个 官方推荐的 防止骨脂输松的一个补充剂 那么还有研究发现 因为它这个作用 补充维生素K 可以减少老年人骨折的风险 有研究分析发现 如果补充维生素K的话 体柱骨脂的风险会减少60% 跨骨的骨折会减少77% 总体来讲 各种各样的脊椎的造成的骨折 这个风险都会减少很多 维生素K它可能还有一些抗癌的作用 有些研究发现 这个肝癌的病人 他们在手术之后 维生素K有助于预防它的复发 那么还有一些研究发现 这肝癌病人的复发率降低 死亡率也会降低 当然这方面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支持 说了这么多维生素K的好处 我们在食物中怎么得到呢 维生素K1主要是在 有绿叶的素菜里面 当然其他素菜也会有一些 那维生素K2 它主要是在一些动物的肝脏 像牛肝 或者发酵的食品像奶酪 以及我们发酵的像日本的纳豆 和其他的产物 我们尝到的细菌 也会把维生素K1 转化成维生素K2 这个中间的产物就叫维生素K3 说起来有点复杂 但总而言之 在我们饮食当中 有绿叶的食物 加上一定的动物蛋白 像奶酪 鸡蛋和动物的内脏 像牛肝 都会富含维生素K2 还有就是发酵的食品 像我们介绍过的日本纳豆 就含有最丰富的维生素K2 哪些人需要补充维生素K呢 第一就是消化到有问题的人 比如像克隆斯病啊 或者是复制过敏症 都会影响你对维生素K的吸收 第二个呢 就是复一些药物的人 你可能需要一定的补充 你比如说抗磷血药 吃多了 那么会造成出血 维生素K呢 常常用来来对抗 这样一个副作用 你如果要防止这个出血倾向的话 你要适量的补充一些维生素K 当然这方面呢 很讲究 主要是平衡问题 还有一些抗生素 和通过影响胆炎抗血脂的药 这些呢 都有可能影响到维生素K2 所以需要一定的补充 当然严重的营养不良 或者是喝酒很多的人 也会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补充会不会补的太多呢 逻辑上讲都不需要太多 但是维生素K啊 它对身体的负面影响 或者毒性特别低 所以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给它一个上限 官方推荐的剂量 对正常人来讲 19岁以上的成人 就是每天120微克 那大家如果去网上买的话 那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剂量都有 有45的 有90的 有120的等等 那么呢 它特别是还有强调 不同种类的 比如说 这个是100毫微克的 那么还有呢 专门标清楚MK7 那MK7和MK4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呢 它们都起着同样的作用 但是MK7呢 它的生物利用率 和在身体里面 存在的周期都比较长 所以呢 效果比较好 我们简单小结一下 维生素K 包括K1和K2 K1呢 是可以转化成K2的 K1主要是在蔬菜里面存在 K2呢 主要是在动物的肋脏 和发酵的食品中存在 它们共同的作用呢 有三个 一个呢 是调节我们的灵血机制 特别是防止出血倾向 第二个呢 就保持我们的骨脂的健康 特别是防止骨脂疏松 防止钙在血管壁成绩 和对血管壁的损害 第三呢 它对部分癌症病人 特别是肝癌的病人 它的复发率和死亡率啊 都有一些积极的影响 大家主要应该通过食物 来获得维生素K2 如果你同时在服用一些 抗磷血药降血脂药和抗生素的话 那么你需要跟你的医生商量 因为呢 这个维生素K呢 和它们之间呢 有一些相互的作用 谢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 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断力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